好的,同学们欢迎回来我们继续讲响应的这一部分 响应,响应它包含了四个模块 第一个是资源的表述方式 同学们还记得什么是资源的表述方式啊 在上上上节中我们讲了资源的表述形式 它是什么呢?它有json和xml两种 当然我们是优先选择json 反映在我们的grab框架里面 它是在哪里控制的呢? 就是在这儿format里面去控制 如果我们改成xml 它反规的就是一个xml 我们还是保持json吧 但其实资源的表述形式它不止这两种 mp3也是一种 mp4也是一种 只是在这里我们把它局限为文字信息的表述形式 好,我们来看第二个 标准的时间戳 什么是标准的时间戳呢? 标准的时间戳是指我们的信息都应该带 created at和addited at两个信息 什么意思呢? 我们的信息创建的时间和更新的时间 在数据库里面其实是应该有记录的 比如说它登录了 那么这个账号什么时候创建了? 是查到吧? 登录了是不是它就更新了它的信息? 创建和更新两个信息是任何信息都应该有的 这是我们每条信息应该带的 信息要素 第二点 返回的时间格式应该是UTC标准时间 什么是UTC呢? UTC就是统一时区的表达时间 它是零时区的时间 这什么好处呢? 在有些人开发的系统里面 他们喜欢用纯数字的UNIX timestamp UNIX时间戳来去表达 现在距离1979年的时间差的那个表达形式 就纯数字那个 这个表达显示它有个坏处 就是无法是项目国际化 容易产生误差 好 我们现在试一下 这个UTC时间是在graph框架面 这样去使用了 来到我们的代码 增加两个字段吧 greatt at 所以在Ruby里面做数据转换真的很幸福 好 有这个设计时间就写完了 是不是很简单 相当的简单 我们现在可以到我们的postman里面去试一下 来到graph发送一下请求 我们可以看到graphed at和aptated at已经返回了 它的表达是年月日加十分秒 然后最后带一个z 还有好面 像这样一个表达形式的话 不论是安卓is还是网页端 他们拿到之后 按照本地区 本国的时间去转换 就会获得当前时间了 这样是本身没有任何误差的 因为不同的时区之间 它就没有误差了 它时间是统一标准的 而利用yolix时间戳的时候 是当前时间到1979年的时间长 你不同时区可能就会唱好几个小时 而且转换不过去 这里就是时间戳的问题 我们就先讲到这 好 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响应码 响应码 响应码是什么呢 我们现在看一下响应码是什么 当我们每次发送请求的时候 其实都有一个响应码 在这里 比如200 200是get的方法成功的时候的响应码 那我们看一下post成功的时候呢 201 post是201 那denate和put呢 denate和put 我希望同学们自己去试一下 这也是本节课的作业 会写在交案里面的 正确答案会写在交案里面 但是我还是希望同学们去试一下 当我们的参数不满足要求的时候 它也有响应码 比如抱错400 响应码是非常重要的 响应码其实在传输过程中 也是在头部的一部分 它可以让客户端 对传输过程的数据 做出快速响应 我没必要去解析中间的那一部分 我直接拿头部一拍到响应码 就可以得到结果 是可以提升处理速度的 特别是信息量比较大的时候 好 回到我们的keynote 既然我们知道响应码了 那我们首先还是要了解一下 常见的一些响应码 响应码有很多常见的表达形式 比如说我们约定熟成的200 就是get请求成功的时候 201就是post put delete 请求成功完成的时候 这个l应该大小 202就是post delete patch 它们一步处理成功的时候 就这个一步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先把202返回给你 然后我再去处理我的事 我们现在写的代码就是 一直处理下来 然后处理完的 给你个201 而这里202是先给你了 我们再处理 400 就是请求无效的时候 多半是什么参数错误啊 这些参数的话 既可能指hader 也可能指pom 都有可能的 都有可能的 401 我们认为是用户认证失败 登录失败 用户令牌认证失败 403 表示你没有权限 你没这个权限访问 有时候401跟403 有可能会汇用 部分时候啊 但是不推荐 我说到图示范是能分开 429 请求频率过频 什么时候容易报129呢 一个很成见的例子 短信念是码 短信念是码 请求次数过多的时候 就会看到有报429 500 500其实是最不想看见的 对于每个写后台的人来说 500的错误 就等于说你代码写错了 说实话 我真不想每次看见 这边的人报告说 对不起 500错误 500错误 是一件很尴尬的事 图示范可以直接 把代码写错一段 然后那边就可以看到 有500 这样我们了解了响应码 那我们其实很想知道 在globe框架里面 我是如何去控制响应码的呢 其实globe框架里面 控制响应码是非常简单 四开头一般是错误 但是不是内部服务的错误 是外部的某些 比如说参数之类的 五开头就代表是你代码写错了 好来到post 咱们我们试一下233 statutes 成功完成 响应码在globe框架里面 就是这么简单的表示 好我们看一下下一个 错误信息 错误信息的意思是说 当我们遇到错误的时候 不仅要返回响应码 而且要告诉对方 你错在哪里 比如说我们在postman里面 可以看到 我们这里就获取了一段响应码 也获取了一段错误信息 错误信息就是 你的联份是无效的 它是个很好的报错 客户端不仅知道了响应码 我是错了 而且如果在不数字文档的情况下 它看错误信息也能明白 错在哪 我们可以试一下 在globe框架里面 是如何去实现的 首先我们对年份 做出一个判断 年份这玩意儿 它不能够小于20120 如果它小于20120 那我们就开始报错 这是Ruby的一个 一幅宇宙的导装用法 不知道同学们还有没有印象 在以前的秒学Ruby里面 有提到过 我们报一个412吧 这是一个没有用过的错误吗 year is smaller than 2012 年份比它小 好 我们可以试一下 200 year is smaller than 2012 也已经格式化好了 而且是Json格式 一切在框架里面 都非常的简单和容易 非常的简单容易 好我们来看最后一个东西 也就是我们说的文档 文档非常的重要 但是在这里我不打算 花很长的篇幅来讲 我希望同学们还是上百度网盘 下照案资料来看一下 文档为什么重要呢 因为你写的API没提供文档 别人怎么用呢 同学们说对不对 你不可能每次都跟人家口述吧 像口述历史一样 你也累啊 但是我们怎么写文档呢 其实是有利可循的 比如说平常 你写加文的时候 你主要写加文文档吧 函数名 请求参数 返回值 逆偿信息 用途 你是不是都得写 网络API呢 区别也不大 首先在文档里面呢 我们肯定要写 描述的资源及使用的HTTP动词 描述的资源 就是说你这条链接是干嘛的 是注册还是登录还是看帖子 而HTTP动词是GET PUT还是POST 好第二点 请求参数返回值 即返回值的表述形式 请求参数好理解 返回值也好理解 但是这里请求参数 请写清 你要参数包含哪些 HEAD POM有没有 POM里面是PASS POM QUERY POM 还是FIT POM 这些都要写清楚 而返回值的表述形式 是指像这样的一个返回形式 你应该复制下来 附在文档里面 API版本 你就比如说微博吧 微博现在提供到API v2 那V1的接口是不是就不能用了呢 部分不可用 那你文档里要写清楚 你的当前API版本是多少 第四个 授权信息 是否需要登录 登录过后是用令牌呢 还是用密码 必须得写清楚 而最后 这条API接口请求不成功的时候 可能有哪些错误吗 和错误信息 必须写好 好让这边客户端去处理一场 好 文档的信息就怎么多 话不多 但是事儿挺多 写好API 一定要写好文档 这是重中之重 RESV与Graph 这一块就讲到这里了 零零散散 零零种种 把该讲的知识点都点了一遍 但是同学肯定会想 老师你说的好像我都懂 可是这鸽子怎么就那么大呢 有这种感觉 不要担心 接下来我们将会以一个简易微薄的例子 给同学们描述一下 如何去构建 API 先从API设计开始 这是我们接下来的一个大门关 攀